尼西米纪第十三章 那时他们宣读摩西的书给众民听 见书上写着说 亚门人和摩亚人永远不可进入神的会 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 反而雇用了巴兰来与他们作对 咒诅他们 但是我的神使咒诅变为祝福 众民听见了这律法 就跟一切咸杂人分离 这是以前受委派管理我们神殿的库房的 以利亚时祭司 与多比亚的关系很密切 他为多比亚预备了一间大房间 那里以前是用来收存素季 乳香和器皿 还有祭司的举祭 以及按照命令供给立位人 歌唱者和守门的那些五谷 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 这是发生的时候 我不在耶路撒冷 因为在巴比伦王亚达薛西三十二年 我回到王那里去 过了一段时期 我又求得王的准许 回到耶路撒冷 那时我才知道 以利亚时在神殿的院子里 为多比亚预备一间房间内建恶事 我十分恼怒 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 都从房间里抛出去 又吩咐人 接近那几间房间 然后把神殿的器皿 与宿祭和乳香搬回那里 我发觉立位人应得的份 没有人供给他们 甚至供职的立位人和歌唱者 个人都跑回自己的田地去 于是我责备众官长说 为什么疏忽供应神的殿呢 我就在召集立位人 使他们重占原来的岗位 由大众人 就把五谷 新酒和新游的十分之一 奉到库房 我委派是利米亚祭司 经学家萨都 和立位人皮大雅 做库官 管理库房 他们的助手 是马他尼的孙子 萨科的儿子 哈南 这些人都是忠信可靠的 他们的责任是 把人奉献的个物 分给他们的兄弟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事纪念我 不要涂抹我 为我神的殿 和一切敬拜的礼仪 所行的忠诚的事 那时 我在犹大 看见有人 在安息日 踹压酒池 搬运河捆 拖在驴上 又把酒 葡萄 无花果 和各样的担子 在安息日 运到耶路撒冷 我就在他们 卖粮食的那天 警戒他们 又有推罗人 住在耶路撒冷城中 他们把鱼 和各样的货物 运进来 在安息日 卖给犹大人 而且 在耶路撒冷贩卖 于是我责备 犹大的贵族 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行这恶事 亵渎安息日呢 从前 你们的列祖 不是这样行 以致我们的神 使这一切灾祸 临到我们 和这城吗 现在 你们亵渎安息日 使神的愤怒 越发临到以色列 所以 在安息日的前一天 黄昏的阴影 临到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 我就吩咐人 把城门关闭 我又下令 不许开门 直到安息日过了 我又派我的仆人 在城门站岗 免得有人 在安息日 挑担子进来 于是商人 和贩卖各样货物的 一次两次 在耶路撒冷城外 过夜 我警告他们 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 要在城墙前面 过夜呢 如果你们再这样 我就要动手 对付你们 从那时起 他们在安息日 就不敢再来了 我吩咐立位仁 洁净自己 然后来看守城门 使安息日 分别为圣 我的神啊 求你 也因这事 纪念我 照着你丰盛的慈爱 连续我 那些日子 我也发现 有些犹大人 娶了雅实图 雅门 和摩押的女子 为妻 他们的儿女 有一半 说雅实图话 其他 就说 他们民族的语言 他们却不会 说犹大话 我就责备他们 咒诅他们 击打他们中间的 几个人 拔下他们的头发 叫他们 指着神 启示 说 你们绝不可 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他们的儿子 也绝不可 为儿子 或为自己 娶他们的女儿 以色列王 所罗门 不是在这些事上 犯了罪吗 在许多国中 并没有一个王 能比得上他的 他蒙他的神所爱 神立他做 全以色列的王 可是 连他 也被外族的女子 引诱犯罪 难道 我们要听从你们 行这大恶 娶外族的女子为妻 对我们神 不忠吗 大祭司 以利亚时的孙子 耶和耶大的 一个儿子 是 和伦人 参巴拉的女婿 我就驱逐他 离开我 我的神啊 求你记住他们 因为他们 玷污了 祭司的职份 也污入了 祭司职份 和立位人的约 这样 我就洁净了他们 使他们脱离 一切外族人的污秽 又重新指派 祭司和立位人的职责 个人 有自己的工作 我又指派人 按时供应木柴 和奉献出手之物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施恩给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